除了个别黑粉给我树屋打了0分 大多数的粉丝还是会眼神猪 给我的环境树屋打了80优秀分 珍爱粉更深远见着实 直接打了1万分 有的甚至打了1亿分 多谢了多谢了 为了感谢给我打高分的小伙伴 我决定创建米耿春 和洛洛半拉一样 我的粉丝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尊专 废话不多说 但不能密码行动起来 因为目前的我实在太缺块石了 特别是铁块 毕竟火箭背包消耗的数量 就好像拉西 哗啦一下冲出去 姐姐 你形容的太恶心了 我在吃饭呢 哼 那就像中国高点 反正消耗的很快很快就对了 按照我的性格 毫无疑问 我又弄了30把菜筋搞出来 这次下块 我要挖1000个铁块柴下来 心疼姐姐的干一秒钟 快快去挖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成为米耿村的一辈子了 哎哟 你们不能脚装客气一点 让我休息几天再挖吗 姐姐 如果你在三天内建设好米耿村 我叫全班同学关注你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其实 我有位同学叫全班 嘻嘻 稿子 火把 水桶 小床 挖块四件套准备完毕 出发出发 这次我选择小罐的区域 就是在你们大追尽的地方 就是这 湖泊下矿 是不是很意外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小知识 大多数的油田都是在深海发现的 同理 水下藏大人矿石 也不意外 哈哈 哎呀 差点憋死了 开个透射看看 哇塞 做中复杂的矿道 映射着五外八门的矿石 叭叭啦叭叭啦 罗吉秀子加油干 铁块是我们的主要收集目标 当然 铜啊 符纹石啊 煤炭 也不要错过 对于打造米梗村 也是大有用处的 哎 前面还有蓝金石 其实啊 我个人觉得 蓝金石是米梗大陆 最没用的矿石了 建筑不好看 合成的装备 也是比较低档 要不是长星星 我懒得去挖呢 不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 自己的挖掘速度很不正 正常 哦 对了 我忘了晃妮妮人物 嘿嘿 我可是花了钱 升级了妮妮的勤劳特性 挖掘速度 花一倍哟 看 这样才正常嘛 咦 钱上方还有太金 一般人说 找太金就要去空岛 在宽洞找太金 如同以前找钻石 概率很低 所有玩的表现 烧掉烧掉 铁块也一起 哎呀 谁打我 可恶的臭蜘蛛 赶得丑 还冲来捉腰 送你回盘司的 哇塞 这里的带劲有点多耶 这里有 那里也有 这边也有 不一会就卤了十一根 翻牌了 姐姐 别忘了你是来挖铁块的 哦 对 今天挖块就到此为止 小伙伴们 除了叫米杆圈 你们还觉得叫什么圈好听呢 谢谢 收尾 像 咱咱们 在留意